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沙利沃斯的參數西扣玩篇 那在西扣的部分呢,其實它有3到4種常見的一些形式 那今天所介紹的是西扣玩,主要是我們用在新軸上所使用的 那一般我們最常見的呢,它是固定軸程 那當然有時候會固定其他的零件 那今天最主要就是介紹各位怎麼樣呢,把這個西扣玩繪製出來 而且它是運用參數式的 所以未來我們如果需要別種尺寸的時候 我們只要更改裡面的參數,軟體就會自動幫我們做出來 是相當方便的方式 那這裡你可能會好奇,那這邊要怎麼去做它呢 等一下後面的章節都會依序的來教導各位怎麼樣把它做出一個範本 讓它是可以變成一個參數式的繪圖 那這裡要怎麼做呢,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我們在學參數式繪圖之前有幾個學習須知 第一個呢,你必須要先學會了數學式的入門篇 那這邊呢,如果你還沒有學會以及有興趣的人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會有數學式的入門篇,會講得更詳細 那你如果已經學會之後呢 我們再來觀看這個單元的話 會對你的學習會比較有幫助的 再來呢,那這邊後面會運用到多本體的形式 好,那這邊多本體到底是什麼用途呢 等一下後面會再講得更詳細一點 好,其實這個方式呢,會很棒的 那我也建議各位把它學起來 好,那這裡呢,我們就先看一下我們需要學會的是什麼呢 然後學會之後我們再來進入這個單元會比較合適的 那這邊大家來參考一下囉 好,首先我們在繪製之前呢,必須要做第一步 就是數學關係式的建立 那這邊的建立呢,我們一開始只需要做到整體變數就可以了 那這裡整體變數的部分呢 我在畫面上這裡會有把它秀出來 那你可以按暫停放大來觀看 或者是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我都會把這些數學式呢,給放上去給各位做參考 那這邊呢,會比較建議各位 在備註的地方呢,輸入一些中文的敘述 這樣子我們才會清楚的知道說 每一個代號所代表的呢,大概是什麼東西 好,是哪一個部位 那這裡呢,備註的地方你可以依照各位的需求來去做更改 好,讓你各位呢,看到的時候會比較清楚知道說 我們現在要輸入的是什麼尺寸 好,主要是輸入各位來觀看用的 那這邊就依照各位的需求來做個調整就可以了 那首先,這邊所輸入的是C12這個尺寸的一個參數 那其實這裡的參數呢,它都是固定值 我們從設計變染上面呢,或者是我們到網路上去查詢 C扣環的它的尺寸呢,我們就可以查到這些資訊 這些資訊呢,它都是固定的 那所以呢,我們呢,先把它建立一個範本 那未來我們等一下再更改的時候就會比較快速 好,那這邊讓各位先做到這裡囉 先把這些真理變數都把它輸入進來 接下來呢,我們要把C扣環的草圖繪製出來 那基本上我們如果把草圖繪製出來之後呢 那剩下的我們就是簡單的生長就可以把它完成了 所以我們的重點是草圖 那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最終會畫出這樣的一個草圖出來 那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草圖的右下角我們必須要是完全定義 為什麼呢?因為呢,我們的繪製法呢 是一個參數式的,所以未來要能夠更改參數 那更改參數的時候,如果你不是完全定義 我們等一下再做更動的時候呢 它的草圖有可能產生錯誤 那檔案有可能會錯誤而不能使用 所以這一點呢,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那這邊給各位看到這個最終的畫法 那這裡你可能還是不知道說該怎麼去把它繪製出來 那這裡呢,我們前面的數學師都已經建立完 所以呢,這樣子一步一步的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樣各位會更清楚一點 首先我們選擇一個基準面 那建議各位從前基準面開始把它做繪製 那這裡呢,我們從圓點的地方畫兩個圓 然後第二個圓比較大的這個呢 把幾個經過線給它打勾 好,那再來我們標註尺寸 這裡呢,我們先標註比較小的這個 我們把它等於D3 好,就是這個Ccode它的內徑的一個尺寸 標註完之後,我們標註外面這個中心線的部分 這裡給它等於D5 那這個地方呢,是不會使用到的 那我們就是拿來做一個參考用的 好,就是它這個Ccode呢 它的最小干涉的一個直徑 好,那給各位做個參考是這樣子 再來呢,一樣畫一個圓 但是我們不要畫在圓點這裡 我們往上偏移一點 然後這樣子 稍微的把它拉開 然後畫一個圓 然後選擇中心跟圓點的地方呢 我們把它做垂直的放置 然後用中心線的放置 就是在四分之一圓的地方 把兩個圓給它結合在一起 然後這裡我們要標註尺寸 給它等於B 那B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斷面差 我們剛剛就有輸入數學4 所以給它直接等於B 連結參數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呢 這邊可能會比較不合理一點 我們把它拉小一點 好,那這裡等一下給它尺寸就可以了 那再來呢 我們要畫出一條直線 好,我們先畫出一條垂直的 然後我們在圓心的地方 我們可以拉近一點 在圓心的地方 再畫出一個圓 這裡呢 我們要畫的地方呢 就是扣環的外邊的地方 那這裡呢 我們先隨便給它一個尺寸 再來一樣 我們再畫出一條直線 好,那這樣子大致上 雛形就已經出來了 那這裡各位可能還是看不太清楚 那沒關係 我們先把 用修剪圖元的方式呢 把我們要的留下來 首先呢 我們把這裡 修剪掉 還有這邊 也修剪掉 這裡多餘的線段也把它修剪掉 那這邊我們可以放大 把我們想要的留下來 像這裡都是多餘的線段 這裡也是 好,那我們先修到這邊 那再來呢 我們要給它其他的尺寸 那這邊呢 我們把它點選一下 然後讓它等於A 連結的參數 那這邊我們剛剛都有設定 這個A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A呢 就是它的扣環的高度 那這邊 其他的尺寸呢 那這邊就是一個參考值 一般我們在設計面板是沒有看到 那這邊呢 給幾個參數 給各位做個參考 第一個呢 是這個寬度 寬度呢 我會給它一樣等於A 一樣連結參數 那再來我們的 扣環呢 是有兩個的 這裡有兩個圓 那這個地方呢 它會有一個 這裡呢 它會有一個空隙 那這個空隙我們要給它多少呢 這邊呢 我會以這條中心線呢 來做標註 點選中心線 跟這條線 然後讓它變成是 是標註兩側的 這邊我會把它連結 厚度給它等於T 好 讓它連結參數 連結完之後呢 好 接下來就是這個圓 我們要限制它的距離 這裡我會給它什麼呢 我把它點選起來 給它一個 數學式 給它等於 雙引號的A 除以3 好 讓它是三分之一的尺寸 那這邊呢 是一個參考值 好 就是留給各位做參考 那這邊呢 也會在影片底下說明呢 會把它打上去 就是內徑被它限制的一個距離 接下來呢 我們要畫一個 中心線 那這條中心線呢 我們可以連結的這個 終點的地方 或者是我們給它 隨便一個地方 水平的畫過來也可以 那這裡呢 我會連結的 雙引號的A除以2 好 這邊就是它一半的一個尺寸 好 當然 我們剛如果使用中心線的方式 點它的中心線 連過去的話 就可以不用輸入 那這邊呢 好 就是先用這個方式 給各位做參考 這樣會比較直接一點 好 這裡畫完之後 我們這裡要畫什麼呢 我們要畫的呢 就是這個地方的圓的一個尺寸 好 那我們就直接在 這條線的中心的地方呢 把它拉出一個圓 這裡 我們一樣連結參數 給它等於D O 連結參數完之後 我們 稍微看一下 好 那這邊都是完全定義的 那剩下的地方呢 我們就是用 近射的方式 那近射的圖圓呢 就是這幾個 我們把它選取起來 選取完之後 我們近射的這個 中心線就是上面 我們剛標註的這裡 然後按下打勾 再來呢 我們把這條線 修剪掉 然後 最後 這裡還有一條線 是一個圓斧 這邊呢 我們把它點一下 然後變成幾何建構線 用這個方式就可以了 那當然 這邊中間還有一段 我們也要把它修剪掉 像這裡 有一個圓斧的地方 好 那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大致上 確認一下 我們已經完成了 而且它是完全定義的 這裡 我們就可以用簡單的生長呢 做出這個 吸扣環 它的一個尺寸 來看一下 這邊給它兩側對稱 然後這裡一樣連結參數 給它等於T T就是我們的厚度 按下打勾 基本上我們做到這裡呢 就已經完成了 那為了我們要更清楚的呢 去把它 表示出來 那我們最好在這裡 都做一個 簡單的R角 那這邊呢 直接輸入 R角 給它等於 1mm的一個厚度 那這邊可以看各位 你可以給它小一點 你可以大一點 都可以 就看各位要怎麼去 給它尺寸 那在所有的地方呢 都給它 弄上R角 像這樣子 然後按下打勾 它就完成了 那基本上做到這邊呢 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吸扣環的建立 那各位呢 來試一下 先做到這邊囉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是 軸尺寸的建立 那這邊你可能會好奇說 我們不是已經把吸扣環 建立完了嗎 那現在到底要建立什麼呢 這邊我們會運用到 多本體的方式 我先顯示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我們要做的就是 我們在扣環 我們會使用在軸上面 那這邊呢 它有一些特定的尺寸 好像是 我們要車的它的直徑呢 需要是多少 以及它 這個勾的寬度要多少 那一般呢 我們在 我們的做法就是 當我們遇到這樣的設計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把設計片欄打開 然後呢 再尋找一下 我們需要的尺寸是什麼 然後這樣子 其實呢 你有沒有發現 當你遇到的時候 你必須還要去找資料 那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把 扣環建立好 以及呢 它所需要的尺寸 你把它建立出來 那這樣子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是會很方便 我們不需要再去翻閱 那些參考的尺寸 到底要標注什麼 我們直接這3D就可以看到 我們把它顯示出來就可以了 這邊直接呢 我們就把這個 必要的參數 放在這邊 而且它可以 跟著我們需要的參數一起做變動 那這邊就是一個簡易的做法 直接 顯示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一開始呢 是 是這樣子的 我們選擇 右基準面 那這邊呢 我進入編輯特徵給各位看一下 進來之後我們現在中間 以原點這裡 畫一條比較長的中心線 然後開始畫線段 像這樣子 記得這樣拉過來 那這裡呢 我們某一個地方 要跟它 跟這個西扣環的邊呢 做一個重合 然後這邊 預留一個縫 然後拉過來 這兩條線呢 我們讓它是 共線對齊 然後 等長等近是不用 共線對齊就可以 然後這邊我們就開始標註尺寸 這裡呢 我們在這個底部的地方 標註的時候 拉到中心線 變成兩邊的一個標註 第一個給它等於D1 再來我們標註的這個 走的外徑 這個外徑 給它等於D2 然後再來 這個邊的地方 我們給它標註等於N 然後這個寬度呢 給它等於M 最後就是這裡 這裡我們給它標註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我們是運用 數學式把它運算出來的 那所以呢 這邊呢 我們給它是一個參考的尺寸 那這邊呢 是給它等於D1 除以2的一個尺寸 讓它稍微小一點 因為我們只要示意用的 所以這個尺寸就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為了是參數式 我們要完全定義 這樣子比較不容易有錯誤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呢 把它做出來 再來我們就用旋轉填料 那記得我們在做旋轉填料的時候 有一個合併結果 那這裡合併結果 我們不要把它打勾 那這個做法就是 多本體的方式 我們沒有打勾之後呢 我們做出來 我們發現實體的地方 會有兩個實體 那這裡呢 我們看到 我們最終呢 我們看到是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一般 我們使用這個檔案的時候 軸是不會用到 我們是有需要的時候 才會看到它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隱藏 或是刪除都可以 或是把它抑制掉也可以 那我們用這個方式呢 那等一下 下一個章節會來教導各位 更改參數之後 它怎麼去運用它呢 那這邊呢 各位先做到這邊囉 接下來要示範的是更改參數 那我們畫面上看到這裡呢 是一個 西扣12的一個尺寸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透過更改參數的方式呢 自動變成我們想要的尺寸 這裡要怎麼做呢 那首先呢 我來示範一下 30這個公升的尺寸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去更改 那D1的地方呢 我們來看一下D1是多少 D1呢 它等於32 30 那這邊 它這些更改的參數 都有特定的一個規則 所以呢 我們可以參考設計便藍 或是網路上搜尋資訊 我們都可以找得到 那D2的地方呢 是28.6 D3的地方呢 是27.9 D5是40 B是3.5 A是4.8 T是1.5 DO是2.0 M是1.65 N是1.5 好 那我們都更改完之後 直接按確定 它就會變成我們想要的尺寸 我們來看一下會有什麼結果 好 我們從畫面上很直接的可以看出來呢 它已經變成我們想要的尺寸 那現在變成呢 是西扣30這個尺寸 那你可能會好奇 那軸的地方有沒有變成我們想要的呢 我們直接把它顯示來看一下 好 那軸一樣連結的參數變成我們想要的 所以呢 未來呢 我們如果在使用這個西扣環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想說 我們運用到了什麼扣環 那我們在想我們的軸呢 到底該怎麼給它尺寸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打開這個尺寸 然後呢 我們就把 先把西扣環隱藏起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軸呢 要做成這樣的形式 我們就可以去用量測的把它量測出來說 寬度要多少 然後我的直徑要車掉多少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去觀看 我們就不需要再翻閱 是非常快速的 直接從檔案上面直接看出 我們需要給它的設計尺寸到底是多少 好那這邊呢 先讓大家嘗試一下這個方式囉 那我只示範了其中一個 那剩下的就留給各位去嘗試跟參考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Solid Wars的參數西扣環篇 好那這邊各位呢 有學會了嗎 那這邊呢 其實我們運用的是參數式的繪圖 所以我們跨過第一次之後呢 未來我們就不需要再建立 我們可以透過更改參數的方式呢 做出我們想要的尺寸 好那你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做出了我們的C扣環它的檔案的管理 是非常方便的 那這邊我們教導呢 除了把這個C扣環呢 它的檔案繪製出來之外呢 我們連軸的尺寸 我們也把它做出來 所以呢 以後我們如果運用到C扣環這個零件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再查表 我們不需要再查設計辨欄 也不需要去查網路的資訊 我們再走 所以說到底我們的直徑要測到多少 寬度要留多少 我們透過檔案的方式來管理 只要這個檔案打開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軸 需要給它什麼設計 好是相當方便的一個方式 那差別在於說 我們可能呢 需要運用多分離的方式 那其實呢 這個方式也是蠻輕鬆的 我們在繪製的時候 把合併結果不要打勾 那其實它就完成了 然後把我們需要的地方顯示出來 好是相當方便的方式 好那這邊呢 給各位試試看 那試過之後 你可能會發現 其實這個方式也是不錯的 這樣子呢 我們在做設計的時候 可以省去一些時間 我們不用再去查表 或是再確認 大波確認說 這個尺寸到底要該怎麼做呢 或者是 一時之間又不知道 尺寸怎麼標注的時候 其實我們直接從3D看出來呢 是最直接 而且最快速的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